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立位记讲义 第九讲 麻风病患洁净的条例 在第十四章一到第九节 营外的礼仪 那么这个礼仪的日期总共有七天 而且特别着重清洁的仪式 那么这个礼仪并不是献祭 所提到鸟的血并不是要带到祭坛上面 乃是要混合了清的水 用来撒在那个球洁净的人身上 然后那个人要剔除毛髮 以及清洁他的身体 然后他才可以进入到营内居住七天 祭司要为这个已经有痊愈的患者 做两件事情 第一是宣布这个患者 他的病已经痊愈了 另外一个是要宣告这个人 可以重新的来享用 做神选民应该有的权利 以后他可以跟其他的百姓一起出入 或者到会幕 或者去敬拜神 他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 关于麻风患者 他的洁净的说明 要比对其他任何污秽的洁净 更加的详细 麻风患者不准进到圣所 也不可以进以色列营 所以他的恢复过程 也包括了两个礼节 第一个礼节 让他可以进入到营地 跟弟兄们交往 另外一周以后的第二个礼节 是要在藏幕的院子里头举行的 让他重新获得完全的参与权 以及立约关系的所有的权利 那么这个礼仪的特征 也就是非常强调洁净这个概念 因此在这个仪式当中 这个人不只是为了要得到祭司 所宣布的洁净 还有献上祭物 他还要实际的清洗他 全身跟他的衣物 来作为他重新恢复生活的一个表证 既然已经取得祭司的批准 典礼就以献上两只捷径的火鸟 跟一些香薄木 深红色的布料 还有牛西草来作为开始 那么这些物品是由这个麻风病人的亲属 或者是他的朋友代替他采购的 因为这个将要被宣布为捷径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并不能够去接触这些东西的 那么一只火鸟宰杀 一只放到田野 象征病 得到痊愈了 来重新获得自由了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香薄木 牛西草 还有朱虹色县的意义 芳香的香薄木 很可能是暗示 只有在圣所里头所用的 使用的香 牛西草象征捷径 那么朱虹色县是一根用染过两次羊毛制成的带子 把牛西草系在香薄木上 因为它们都要沾在这个血的当中 用牛西草的时候 可能连同朱虹色县 还有香薄木一同沾血 行洁净之礼 在放鸟以前 祭司要用血水 在那求洁净的人身上来洒七次 定他为洁净 然后再吩咐那个人去洗衣服 理髮还有沐浴 然后他才可以进入到营地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权力 他还没有献祭 没有到圣所去 他甚至还不能够进自己的帐篷 但是他已经被定为洁净了 所以他一定非常的高兴的 踢去毛发用水洗澡 表示除去因为严重皮肤病所带来的误会 毛发有的时候代表人的生命或者是身份 但是在这一节却没有象征的意义 剔除静静的作用 是要让人人都能够看见皮肤已经复原了 以及避免有任何残余的不洁净 留在这个毛发上面 那么在这个洁净的礼仪当中 一个令人深刻印象的部分 是祭司把这个血磨在那位捷径人的右耳 右手的大拇指 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 这是亚伦家族圣子受任典礼的一个城市 历维基第八章二十四节 那么它的象征意义也是完全相同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个被捷径的人 必须要学习听从神的声音 以他的双手来从事正直的工作 并且行在神的道路当中 至于这个血 为什么要抹在身体的右边而非左边 这个问题 原因可能是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右边的肢体比起左边的肢体 使用率来得平凡的多 因此多少比较强壮一些了 祭司将这个祭生的血 抹在那个归回的受苦的人身上 随后就要用油膏抹在先前 血所抹的那个身体的部位上 那些鸟依灌肠的方式 还有术祭一起来献上 并且在这个典礼的末了 祭司就会宣布 赎罪祭这个人已经完成了 穷人 他们可以用两支斑鸠 或者是楚歌来代替赎罪祭 还有凡祭所要求的两支公羊羔 但是赎千祭的羊羔 却是不能够取代的 不论是贫穷或者是富有 他都必须预备 另外对穷人所要求的细面 也有所减少 只要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就是大约2.2公升的 而不是第十节所说的依法十分之三 依罗格油不变 除了这些例外 仪式都分别按着 在第十到二十节所描述的来进行 那个人过去的所有疏忽都得到了赦免了 赎罪已经完成了 他完全恢复了会众当中议员的资格了 他可以再一次的来参加各种宗教的礼节了 这个捷径的礼仪是逞长 重要还有公开的 这些礼仪不单是给患病者主观的确据 以及现在一切都已经复原了 同时也对于他 让他能够重返群体 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的敬拜当中 提供客观的这个合法性 那么这些礼仪同样与一个新生的庆祝 因为那个人是从实际的死亡当中 把他挽回过来了 到达活人之地 并且让他能够与神再相交 那么在此再一次的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记得所限的这个忌 是关乎所有人都会有的罪恶或者过失 而不是特别为了那认为是致病的罪 为德蒙赦免而献上的 在十四章三十三到五十三节 房子发霉的处理方法 这里对发霉的房屋的讨论 是关乎将来的事情 见到你们到了那个迦南地 房子发霉多元宇潮湿 检验以及处理的方法实际上是检验以及处理霉 发霉的衣服的延伸 检验的重点在于房屋或者发霉的地方 颜色改变了在三十七节 或者在深入墙里头的程度也是三十七节 也同样设计要一星期的检验期 如果发现霉烂有发散的迹象 扩散的迹象 就要将换处的石头把它挖掉 另外要加以来把它修补 如果这个并出物外表看起来是红色或者绿色 又或者它似乎已经渗入了材质表面的话 那么这个房子依照命令 必须要关闭一周 在复检的时候 如果这个情况已经扩散到整个建筑物的墙壁里头 对于这受感染的部位 就必须以彻底的方法来处理 我们可以观察到 清除一间房屋病患的部位 就如从衣物上面除去的类似情况一般的 这么样的来仔细来检查它 因此整栋建筑物的结构 会被弃置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 这些材质不得再被取来废物利用 或者重新使用 因而不会散播这个特殊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 当这个房子被关锁的期间 如果有人进入了屋内 这屋子的不洁净将会波及到他的身上 任何在这个屋内居住的人 必须清洗他的衣物 那么他的衣物因接触而受污染 而且他必不洁净直到晚上的 那个疾病有如人类的罪 是可以传染的 而且可能由无生命的物体传过去的 甚至连房子的墙壁也需要洁净 因此墙壁需要用珠红色的物品 比如说血的颜色 或者珠红色线 还有牛西草来洗净 牛西草是一种辛辣芳香的植物 在这种情形之下 需要血还有清洁干净的活水 还有那用以建造会墓的香薄墓 而且又加上一只火鸟用血遮盖 放它回到神那里去 这样那个小火物就带掉寄生的血 直到到神那里去了 在十四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 最后四节 综合叙述这些为百姓的身体 衣物还有住宅的外在状况所立的条例 十分切合以色列民的生活环境 具体而且实际 不带任何异教邪魔的神秘颜色 而且这些条例像其他的律法一样 是全民共知的规定 要百姓随时注意 及早预防这些疾病 常保个人洁净跟社会的健康 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那么在五十四到五十七节 总结论告诉我们 这几节总刮了十三章 还有十四章 有关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 目的就是要让祭司自己能够分辨 又能够教导人 如何来分别洁净 还有不洁净的事物了 正当公共卫生 个人卫生还有身体的清洁 在这个法令相当凸显之际 由神的圣洁必须反映在个人 还有群体两者生活当中的观点看来 这一段落一致的强调 洁净的基本原理 因着洁净的人不一定是圣洁的这个缘故 洁净跟圣洁这两者明显不同 是同意词 但是这些法令以及国家的整个礼仪生活当中 他们却是密切相关的洁净 这在礼仪的处境下 仅仅占了一小部分的身体洁净 但是那对构成神本质充满活力的圣洁的一种反应了 正是对不洁净状态的强调 使得人意识到自己远离神的 这个参与者的回应就表示出来 顺从神已经启示给人的一职 那么这个基本条件 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否占有任何的地位 而且最终他是否会认识神 就是那一位元首以色列的圣者 耶稣基督的顺从还有圣洁 都是基督徒在寻求效法他样式的过程当中 所要学习的一个模范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